歡迎收看,我是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呢要開始來介紹這個三角形 然後三角形過後下一張是四邊形 平行四邊形 那在開始介紹之前我們來複習一下之前有關三角形的幾核的知識 三角形的內角核是180度 三角形的外角核呢應該說所有的凸多邊形的外角核都是360度 那三角形的某一個外角等於兩個內對角核 這個...這邊 如果這是一個三角形那這個是外角 那他的意思就是說呢這個 角C的外角就會等於角A加角B 為什麼 這個...因為這個問題很簡單所以一定要回答 這個為什麼一定要回答 因為角C的外角是角C的補角 他們兩個加起來180 他們三個加起來180 所以這個就會等於這兩個 可以嗎? 來 然後正三角形的內角是60度 那直角三角形的他的兩個銳角 也就是說除了直角以外的另外兩個角呢是90... 合起來是90 合等於90度 也就是說他們兩個角另外兩個銳角 好,酷魚 可以嗎? 接著呢這一點其實還蠻重要的 我都建議這個... 老師們一定要這樣子來跟學生講 因為在後面我們會學三角形越來越複雜 那在思考的時候 要善用這個觀念 就是對角和對邊的觀念 尤其在我們學全等的時候 要怎麼確認哪一個角 它的對應角是什麼呢? 那你可以去想 這個30度的對角 它在另外一個三角形裡面也是... 30度的對邊 它在另外一個三角形裡面會是30度的對邊 這樣子 所以我們透過對角跟對邊的概念去想 那在這裡呢 我們剛開始學的時候 就先讓大家認識 角C的對邊 角C的對邊 我們一般會寫小C 角度我們會寫大寫 這是大寫C 那邊長我們通常會寫小寫 所以角C的對邊 我們會寫一個小C 角A的對邊 會寫一個小A 角B的對邊 會寫一個小B 那實際上我們正式的稱呼它 就是說如果你不取這些新代號 角C的對邊就是AB邊 下面這個角B的對邊就是... 如果不看圖喔 我光是跟你講三角形ABC的話 那角B的對邊會是什麼呢 其實這個很好想像 為什麼呢 因為既然在對嘛 在對面 所以角B的對邊 它的兩個... 這個這條線的兩個端點會有B嗎 不會嘛 因為有B就不在它的對面了嘛 對不對 你看喔 角A的對邊 所以它的角A的對邊就是什麼 B跟C嘛 B跟C 角B的對邊就是A跟C 角C的對邊就是A跟B 那這一點很基本 可是因為大部分的... 我遇到很多的學生 他們沒有第一時間 特別被整理過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變成在聽老師講的時候 他光是去想說 為什麼是這個邊 什麼角對什麼邊 它都會增加一點點它的困難 所以我們在一開始講的時候 把這件事情就先交代出來 角B的對邊就是AC邊 就是那個沒有B ABC三個英文字嘛 對不對 那沒有B這個字 角B的對邊是AC邊 那麼同樣的道理喔 線段AB的對角就是... 角C 對不對 線段AB 代表它兩個端點是A和B 那它的對面呢 就是它...不可能是它兩個端點吧 所以就是另外一個 所以三角形的對角跟對邊 其實是...很容易看出來的 那我們在一開始就先交代這件事情 後面在上... 教學的過程中 學生會比較容易聽 那麼來到這個... 剛開始介紹三角形 就會看到的一個經典問題 那... 要提醒喔 這個是利用我們剛才所整理過的 我們其實以前就已經學到了 三角形內角合180 外角合360 外角會等於兩個內對角的合 這樣子 大概用到主要就是這三個啦 那... 正三角形內角60 直角三角形兩個瑞角互語 來看這個非標形的問題 因為它真的非常的常見啊 然後所以就是說 等於是這一節一定會交的一種問題 那... 應該這麼說 當我們學了之後 當我們教了之後 它變成好像有一個公式可以使用 但是呢 其實這樣子的問題 不是讓學生背這個公式 套這個公式 那下一次又看到非標形啦 所以套那個公式 如果你已經很熟了 當然就是直接用沒有錯 可是在一開始呢 這樣子的題目呢 它其實是可以讓學生練習推論 練習思考 而不是說背起來 套來用這樣子 所以在一開始就讓學生自己想想看喔 我再說一次喔 利用... 三角形內角合180 外角合360 外角會等於兩個內對角 這幾點呢 來去試著找出來這一題 這個飛鏢的造型 A... 他說腳B25 腳C40度 那... 就這個 露一個 腳A60 腳A60 可以嗎 好 要求這一個腳 那利用這一題呢 我們要來示範就是 如何去推論它 那... 推論很重要 結果反而不重要 因為你在一個每... 你有一個題目 你只要用三個方式推論它 你就可以學三次的不同的知識 那結果只有一個 結果只有一個 那... 我們來看看這樣的問題 一開始可以試著放手讓學生做 你可能會看到學生... 然後鼓勵學生... 亂畫 或者說我們可以自己示範一次 示範其中一個解法 讓學生做 那... 我就直接把可能 我們可能會看到的各種的推論方式 說明出來 比如說呢 課本裡面會有的一個經典的做法 可能是... 在這裡做輔助線 A珠 連接A珠 連接A珠直線 然後呢 這個... 這個角 這邊這個角 左邊這個角是角1 右邊這個角是角2 做這個做什麼呢 做這個做什麼呢 畫出來之後呢 你會發現 B珠C 就是它問的這個角 被切成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角1 一個部分是角2 能不能夠利用我們... 前面... 能不能夠用到我們前面有關三角形的知識呢 這個時候開始想 我們學過什麼 三角形內角核是180 那所以我有沒有掌握到... 這個時候會出現兩個三角形嘛 對不對 我們來想其中一個 我有沒有取得這個... 這個三角形的三個內角呢 那因為這裡我不知道嘛 我假如能夠知道這邊 裡面這邊 我就早就知道D了 所以這邊我是不會知道的 那所以 要直接來取得這個內角 比較困難 那有沒有外角呢 外角等於兩個內對角 這個我知道 我假如知道角1跟角2就會知道答案 那角C我知道 可是這個我不知道 可是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整個我知道嘛 所以我假如把這個角A分成是... 這個... 圈和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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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可以說角1等於... 在... 三角形AC珠中 我們一開始推論 就把自己所選用的三角形寫出來 方便後面想 方便後面想 當然 你不寫 老師大概也知道 你在做什麼 因為老師懂 老師知道這一題怎麼解 但是所以寫下來其實是方便自己想 那在三角形AC珠中呢 角1會等於角C加上... 圈圈 那... 另外呢 在... 三角形AB珠中 我們同樣的也可以說角2等於角B加上XX 這樣子 那麼很常見的一個做法 就是你會發現 圈圈跟XX 雖然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他們合起來就是角A 就是60度 那所以說 如果我把這兩條加起來 角1加角2就會等於角C 加角B 加圈圈加XX 那角1加角2就是整個角B珠C 就會等於角... 圈圈跟XX就是角A 好那這樣就證明出來了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我們要求的這個角 它會是這三個角的合 所以以這題來說是60加40加25... 125... 這是一個做法 那也許我們還可以怎麼樣呢 這就是為什麼課本要把這題放上去 課本... 在編課綱的時候把這樣子的問題放上去 不是因為說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到處都看得到飛鏢型 所以這個公式你一定要記得 它非常的實用 不是啊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哪有到處看得到飛鏢型 對不對 所以課綱把這個東西擺進來 它不是要你學一個關於飛鏢型的公式 叫做B珠C等於角A加角V加角C 不是的 它課綱把這樣的問題擺進來 其實就是為了讓學生在這個過程中 這個簡單的題目裡面 開始展開 開始練習去推論 那除了剛才說我可以畫這一刀 我這裡有那麼多點 對不對 我隨便改畫別的刀啊 我如果畫這一刀呢 延長 延長C珠呢 那延長C珠呢 這個時候交AB與E 所以這裡多一個點E 那這個時候我們看又來了 如果我是降化的話 那麼降化好嗎 這個 有熊老師都說 學生聰不聰明就是看他可以帶著未知 帶著不確定的感覺 能夠想得多深啊 那所以說今天我這條線畫出來 搞不好是沒有用的喔 但是不管有沒有用 如果有用要怎麼用 那沒有用就是我把很多可能的用法確定的都不適合 就算了 放棄掉它們 那就是抱著這個不確定感繼續往後想 也許有用 也許有用 也許有用的話 那麼 那麼會有什麼用呢 三角形內角核是 360 內角核是180 那所以這個角我有 好現象 這個角我有 好現象 對不對 但是這個角沒有 沒有的話我們先做一個記號 都給他標好了 標腳1 腳1不知道 再說 我最要的是這個喔 不要忘記喔 最要的是這個 目前看起來跟他好像還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你看到這個角你會發現什麼 欸 在這個圖裡面 這個角跟ACE沒什麼關聯 但是他好像跟這個三角形就有點關係 對不對 這個角 來 左色的這個角是三角形B珠1的一個 什麼角 外角 就是他這個三角形 我這條應該要畫直一點 如果你是因為圖畫的不像 我沒有答對的話 我可以接受 好 就是這裡這個B珠1 現在被我上 三邊都上紅色的這個 這個B珠1呢 他是他的其中一個角的補角 就是外面那個部分叫外角 那如果 如果學生在這個時候還不能明確的看出來外角 就是他對外角的定義還不是很清楚的話 那就要多留意 好 那這個 所以這個這個著色的角是B珠1的外角 那 欸 外角 定理 外角核是360 那剛講外角定理是所謂這個外角等於兩個內對角嗎 好 外角會等於兩個內對角 也就是這個著色的角會等於角B和 角B和這裡角2 然後好像有點關係喔 對不對 其實你可以很 欸 有一點點麻煩的 比如說 那個 題目說這個 角C40 角A60 這樣子嘛 角C40 角A60 那這裡100對不對 這裡100那是不是這個80 這個80 那角2是不是100 那角2100的話 欸 角B20 120 殭屍 殭屍就算出來了 那也可以 那我們在這裡呢 只是為了讓這一條結果好看一點 我們就不拆成兩個步驟 因為我們剛剛做了 兩個或者可以說三個步驟嘛 就是你先拿180-60-40得到角1 再拿180-角1得到角2 欸 那你會發現就是 有點多餘 好 既然180-60跟40是角1 然後180-角1是角2 那其實根據外角定理啦 就是在 三角形ACE中呢 這個角2其實是他們的外角 所以角2其實是角A加角C 對不對 然後在 三角形B租E中呢 我著色的這個 角B租C 是他們的外角 那所以會等於角B加角A 角A加角C 那角B租C 等於角B加角2 而角2又等於角A加角C 所以就可以得到 好 這樣子 那這個結論也就推論出來了 就是說呢 這個飛鏢寫 當然我們結論還是要稍微有印象啦 也不是說證明個幾次然後結論忘掉 然後考試的時候 你如果肯從頭證明的話我會 可以給你大拇指 但是很多學生懶懶的 你證給他看個幾次 他假如真的把結論忘掉 考試還是就不會 那他這樣到底算會還是不會 那就是你 你需要用的時候就是不會啊 那這樣就是沒有學會 所以還是要稍微對結果有印象 那要不然就是你要讓自己會去震出來 那 所以呢角2會等於40加60是100啊 再加角B4這個是125 這是一種證明方式 那我剛剛講了嘛 這個飛鏢型上面12344個點啊 我們剛才試著連了A租 試著連了CD 延長了CD 我也可以延長B租啦 但是這個我就不示範了 因為你延長B租後面的討論 其實跟這邊是差不多的 只是你這條線畫在這裡而已 對不對 那我們還可以怎麼樣呢 還可以延長BC了 我們幾乎把他所有可以拉的線 全部都拉出來了 對不對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 克剛會把這個飛鏢的問題放在這裡 不是說克剛非常喜歡 叫大家背那個飛鏢的攻勢 所以不要搞錯 那個飛鏢的攻勢 在日常生活都沒什麼實用性的 而是說我們在這一節 就是要帶學生學習推論 所以如果錯過了這個推論的過程 只留下了這個大腳等於三個尖腳的合 那沒什麼意義 那沒什麼意義 說實在話 那所以說呢 如果我今天是連接BC 連接BC的話呢 那這裡腳A我們是知道的嘛 腳B25度 腳C40度 又跑出了 腳珠這個珠是我們要求的嘛 所以又跑出了兩個新的腳 這個叫做腳1 那這個叫做腳2 這個 裡面的這個叫腳1 這個叫腳2 我畫的有點 扁 畫一個 畫一個尖板的在這裡 就是說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如果是這樣子的 連接這裡 這個是腳1 這個是腳2 可以嗎 就是 這樣子 OK 那這樣子然後咧 一樣嘛 搞不好畫這個沒有用喔 那其實有用啦 那個幾何的問題一定都可能有 不只一個做法 那 但是就是我們來想想看 如果有用的話 有什麼用 三角形 你看又來 我很喜歡這個 這一節的兩個題目 一個就是飛鏢型 另外一個是我們等一下看到的 那個星形的問題 那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一節裡面 我們只學了 就這麼三件事情 三角形 內角合180 外角等於兩個內對角 那其實外角等於兩個內對角 是推論出來的嘛 然後這個外角合360 所以你這一切就都從這裡去想 欸 既然就可以解決掉一個問題 有沒有覺得很有意思 你只需要知道三件事而已 就證明掉一個問題 來 好 所以來看這裡齁 我今天把它連起來了之後呢 欸 三角形內角合180 有沒有三角形內角合 真的有 這裡有兩個三角形嘛 一個是ABC對不對 那一個是這個 好 珠BC 那在珠BC這裡 這個 這個是我們要的嘛 所以如果根據三角形內角合180 我們知不知道 珠跟1和2合起來要180 那然後看大的那個 大的這個三角形 內角合也要180 也就是說角A和 我們已經知道的那個角B25度 是上面那個部分 沒有2的這個部分 角C40度也是上面那個部分 空著的這個部分 那所以 ABC這個三角形的話呢 是 角A60 角B25 角C40 但是這樣不是一整個三角形喔 你還要把下面這個 1和角2 補起來的話就會是一個三角形的 所以說角A加角B加角C加角E加角2 好 露了 在三角形ABC中 好 那這五個小角接起來剛好是他整個三角形的那一角 是180 那所以你是不是可以知道角E加角2會等於180 ABC-ABC-ABC 對不對 好 那麼然後在在 三角形珠BC中 我們又知道角珠加角E加角2等於180 那所以角珠就會等於180 減角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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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掉角E加角E 那因為角E加角E是180 減掉這一些 所以帶進來 我已經把負號套進去了 所以這個都換成假的 那所以角珠就會等於角A加角B加角C 你看又證明出來一次 好 你與其教學生背 不如讓他震三次 這三次結果也該記得了 對不對 從要是你真的忘了呢 就自己現在現場 在考試或者在寫作業的時候 現場再推論出來一次 你看我們之前都講類似的話 就是說有的東西不是說硬背 硬背背來套 而是你要懂得怎麼推論它 那事實上這個推論的精神 這個推論的過程 它反而是可以應用在別種不同的體型上面 往往比這個公式還更具有意義 更具有學習的價值 來啊 這裡有兩題 這裡有兩題 那想想看 在這個圖形裡面請問 角A加角B加角C加角D加角E加角G跟F四子尖尖的這兩個 這兩個 全部合起來會是多少 全部合起來會是多少 那這樣子的問題透過剛才的討論 我們一樣可以有很多的推論 那我剛才有講到一句話 就是說我們在討論飛鏢問題的過程中 推論的過程反而可以沿用到別體 飛鏢的公式反而不見得是關鍵 那所以像這樣子的問題呢 對不對 不知從何下手的話 我們剛才怎麼樣 切來切去 切來切去 那其中有一個 就是把它補起來 你也可以切來切去啦 但是就是會把它變複雜 時間有限 暫時不示範 我們那個星星的問題 我就會示範多一點的證明方式 多一點的推論方式 當我把它補起來的時候 假如說我中間這個交叉點叫做 EFGH好了 那麼在三角形 這個EDH和 三角形FGH中 因為FGH呢 這個角F加角G會是 再加這個角H會是180 那這個角H是上面這一塊 然後下面這個三角形EDH 它的角E加角D加角H也是180 但是這個H是下面這一塊 那我把 因為角E跟角D其實應該是指空的地方 所以我把下面這個三角形的角E寫成E 比角D寫成E 這樣子 那 根據呢 我們剛才有一個 我們前面有教 但是剛剛沒有整理出來 就是這個對頂角相等 當你兩條線頂到了一個XX的時候 這個角會跟這個角一樣 那這個也可以透過 因為這個角和這個角互補 這是一條直線 對不對 然後這個角跟這個角也互補 它是一條直線 所以這兩個角一樣 也可以這樣證明 所以總而言之呢 這個兩個紅的 尖尖的角 兩個紅的角H 它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角F加角G跟角H互補 角E加角2也跟角H互補 那麼所以角F加角G就會等於角1加角2 所以 這個角A加角B加角C加角D再加角2 我把角D原本是這裡和角2這裡補起來了 然後再加角1和角1 又補起來了 它就會變成一個完整的那個五邊形 所以加起來應該是五邊形的內角和是544度 下面 角A是23度 角B是27度 求角F 好 好 那這題下次再介紹 先看作業 從這裡開始剪 那來看作業 這一次的作業 證明要求這個角EF底 其實這是上一次前面級教的 複習複習 那下面這個 求小A 小A是這個 小B 小B 是上面這一格的角度 這樣 如圖 這個40 這個 這個65 這個65 這樣子 OK 下一題 有一個五邊形 五個角乘等差 請問最大腳和最小腳合起來會是多少 下面 有一個心形如圖 這個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要求五個尖角A B C D C D 以五個尖角合起來會是幾度 要說出推論 不要只是有結果而已 那我們這堂課就到這裡 我可以做的 還有一切 我可以做的 你應該做了個尖角A B 例子